刘光世西 歌宜皆有 相云久高 谁者可予 谁者可予 傲慢至极 到了你我之境 傲慢一些却有何妨 确实无妨 先前的那些人行呢 那只是我搜集来的剑术 剑术 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剑招 出自于人族历朝历代里 叱咤风云的剑牌 可惜这几百年来 能入眼的确实越发少了 我便却睡了一觉 这两日才算真正醒来 既然你胜过那些剑术 就够得上于我一较高下 那真是多谢你的情言 输货赢 比了才能知道 请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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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on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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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火重生是吧 好了,來 燐火 隱藏 哦,這個 特特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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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也一样 我终归还是剑驴吗 那边古剑的剑驴吗 嗯 当初那些人族史迹禁骨 拘我之魂入剑 剑成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们送去轮回 魂魂魄竹剑 那应当还是远古之事吧 是啊 非常久远 那个时候神舟握土上最大的城 叫做尤雄 我曾经从它的上方飞过 虽然称得上壮阔 但比起后世的城池 还是差了许多 那你和你的剑 又怎么会混在得同山洞的 一堆肺剑呢 宁光漫长 无以未尽 晃来周兰九州遍跃天下 觉得三尺清风 却也有许多奥妙 八百多年前 有缘结识了渭水剑炉的弟子 正当他们立派之时 不错 那时的剑炉虽然声名不鲜 于助剑一道却是颇有鉴定 昆仑山天庸城 有一位掌门年轻时 还曾在剑炉中休息伴走 为自己打造了一柄佩剑 取名渭水太极 此剑亦可疾身名气之力了 谁又能想到见卢弟子 如今却是这般光景 万物皆有衰亡 兴盛败落 本事物理长情 今日一战很是畅快 一时间倒也在我所求 既然都醒了 不如趁此机会去看看 人事变迁 青铜就先继续放在你那里 不过我料想是派不上用船 你已经有了一柄很好的剑炉 你是说太岁 太岁 好名字 与你相合 希望来日能再比试 好 好 好 这边的支支线结束了 不过他刚好提到天庸城 铸了一把剑 不过因为古剑奇坦1有没有破完 所以我根本不晓得他说的是哪一段历史 如果玩过古剑奇坦1的人 应该 应该这段故事剧情应该是有所 观念吧 我猜应该是有啦 好 这边就是 青铜剑林幼灵的之前剧情啊 怎会如此 闯入人界的魔即便不多 也已经是大灾 你先专心应对那边的事 天路城这里暂且无恙 嗯 我们快到燕林了 不多说了 这几日 光明野外的魔族不甚平静 不知是否察觉了那些黑莲的力量 那个乌兆竟有如此手段 想不到人间强者有存 只不过 因为他是远古之时的人吧 人族不是早就不能再随意使用灵力了吗 可别小看他们 没了灵力 他们也还有新奇的点子 总能造出些有趣的玩意儿 微末之计何之一提 你呀 有空了该去人界转转 别老闷在这儿 人族可比你想得有意思多了 虽然单个看着很弱小 却是体察万物 造了各色各样的工具 如必实质 别忘了 天路城的箭术 正是人传给我们的 照这样下去 我看即使没有翅膀没有旗 也不妨碍他们可以搬山填海啊 便是真的如你所说 也不知是几千几万年之后了 可有希望总比没有的好吧 看起来 人界之事比想象中还要繁杂 王上不会那么快回来 回来又如何 以他的妖力 本就无甚注意 这话怎么说的 当初可是王上 重新开启了天路城大阵 而某个家伙 却在床上躺了好些天 我相信北落以后 会是一位强大的王 我们要做的只是等待 我去巡城了 宁尚大人 不好了 什么事 有厉害的魔镜如光明眼 不 不是 光明眼 光明眼的平江整个裂开了 群魔涌入 出去巡尸的战士死亡过半 队长 也身受重伤 是 的确无法看清其中 我放出精神力一人 我们进城 请留步 我这照想你是 我叫北落 是从灵星舰那里得到消息 正要进入燕陵探查 原来是你 师兄确实实有提琴 那想必他已经有所安排了 我们是否也一同入内 不必 他让你们人案之前定好了吗 这样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 我们风鸣守在此地 就是没见过任何遗症魔出来 越是如此 越嫌诡异 是啊 而且听说 早些有几位道友 行险进入 一事再无阴险 我会谨慎而为 多谢告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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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分头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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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分头查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那个卖花的人 这几个人身上都残留了一些魔气 但致命的伤口却不完全一样 其中一人的头颈处 甚至还有一丝野兽啃咬的痕迹 难道出现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魔 它们并非死于睡梦之中 倒像是往城外逃离时遭到袭击 我感觉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 这些巨大的植物似乎有隔绝之能 或许来自于卑渊海 魔雨的一处 离天路程不算遥远 据说在那里盘踞着几只大天魔 但我从未亲身踏足 就是说 真正厉害的魔 很可能也已经到了人间 或是这种植物拥有灵质 能够穿越梦境 要往更深处去才能弄明白 我靠呀 干什么东西 我这样往古剑骑马上会被吓到 这不是妖兽 倒像是遭魔雨植物寄生的寻常兽类 那它们还留有自己的意识吗 很难 但魔雨的植物既然选择了寄生 必定是要依靠它们去做原本做不到的事 我猜还是同行动快慢有关 若是如此 植物不该会主动去杀死这些野兽 这几根枝条也同样失去了生机 会不会是修行门派的弟子干的 静起来无ten 我请便枪 嗯 哼 我劝你们还是慢点 不要急着进入燕灵深处 说不定还会有些更好玩的事 五兆到底在磨蹭什么 让我去拖住辟邪一阵 那不是拿我的命在玩 还有鹤冲那个废物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我把鹤冲带过来 他和孟光之融合的态度 还有点好些时候 去吧 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是燕灵真正的镇眼 可不要让污罩花在你身上的心血白费 是 我定然让这座城里不留活口 他这样不会变成个疯子吧 疯子 梦魂之可不能无中生有 只不过是让人心里的念头 更强一些罢了 他被怪悟了 他被怪悟了 鼻子提示 野兽被杀之后留下尸体 而魔则直接消失 城里的人若是死于野兽之手 身上会有枝条留下的细小口洞 若是死于魔族之手 血肉枯竭之下 则公家面前 燕灵的人 绝对不知我们看到的这些 一定还有活着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荷军 燕灵城 燕灵城 燕灵城也不过如此 到如今还不是任我宰割 辟邪 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再见 你一定很焦急 是不是忙着找城里的活人 不用费功夫了 来我这儿 来湖边 活着的人不多 但也不少 不过 你要是来得太晚 我等得不耐烦了 就会手痒 我一手痒 可能就忍不住宰掉一两个 你最好快点 她的话不能进行 我知道 燕灵城内恐怕是有某种法阵 空间乱流不同寻常 我即便直接穿过去 也不能保证落在哪里 我们分头行事 我往湖边 你去别的地方 参加和博物学会 一定得去看看 我 情事紧急 你不必一直跟着我 我们分开 对有些人而言 说不定就是一条生路 而且 你也应该相信我 好吧 退一步说 就算再有万一 我们也还是在同一座城中 若有变故 即刻是即 再往前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可要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 你 动手之前都不说一声的吗 太阴险了 少给我废话 疼死了 疼死了 无赵怎么还没好 无赵在哪里 他 他去了辟邪王城 去那里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 天路长 无赵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嘛 鬼师出手 那自然是惊天动地 他说 要把光明野的屏障给打破 辟邪王城和光明野用的 不也是类似阵法的玩意儿吗 世间万物都是同理 这对乌赵来说 简直太熟悉了 乌赵为什么要去对付天路长 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些 想知道总有办法的 至于为什么去对付辟邪 当然是因为你啊 他先前和你说过了吧 你叫北洛是吗 我会送你一份永生难忘的大礼 所以我让你们先别急着往前嘛 燕陵城里也不是什么好应付的地方 现在辟邪那边又出了大事 你的力量短时间内 应该只能穿过一次空间吧 要是回去了 可就不能再轻易回来了 乌赵说 他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要想清楚 一边是自己的亲族 另一边却是非亲非故的凡人 哦不 燕陵城里好像也有你的朋友 这 乌赵让传的话我也传完了 你看 是不是该把我给放了 喂 这些可都是乌赵干的 我只不过来说了两句话 别别别 这个是我的分身又杀不死的 不要白费力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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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我把天鹿城交给你了 毕夕 你实在是太慢了 第一个人 我要开始了 先却谁呢 就找个白白嫩嫩的小丫头好了 哭 哭又有什么用 废物 只有废物才会任人屠宰 死了也是活该 疼了疼 这回上得太重了 都不知道要吃多少魂魄才能恢复 这位 果然还是跟从前一样 雷霆之怒啊 我要不要先去躲躲 让五兆自己玩吧 不过 他真的要选燕灵吗 这样的话 五兆恐怕会更加愤怒 我可以去躲躲 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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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说点什么吗 要不要求我放过他们 求你你会清爽 嘿嘿嘿 当然不会 那样还有什么意思 我就是要看你不能为力 无可奈何 高高在上的便携 不也没办法一下子黏死我这个半腰吗 其实北洛尔的个性是蛮令人喜欢的 他遇到事情都蛮冷静的 不过他当然也是很愤怒啦 梦境的力量 那个声音 快 快进去 国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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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胜 我 我还以为逃不掉了 表妹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好担心 小婴子 外面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啊 有很多的魔 我原本想去学会那边瞧瞧 可根本走不远 更别说出城了 可做梦一样 野兽也被那些植物控制了 在城里四处跑 人被他们身上的枝条戳一下 就死定了 难道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别灰心 我们再想想办法 谁活路了 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 看着吧 你们看着吧 那是 是老管 他儿子昨天就当着他的面 被怪物拖走了 到现在连个尸体都没法找回来 夜离开时 他就有点疯 回死啊 就是那个怎么劝都不听 一定要自己逃去城外的 他还弄坏了法针的一脚 还曾阴姐修补了半个晚上 我把老管弄去休息吧 挣扎又有什么用 被火炉的 你先快 早晚会破门入 我们都得死 都得死 表妹 你要不要也去歇歇 你都好多天 没怎么睡觉了吧 没事的 我想再检查一下法针 这里的 还是交给表姐你看着 嗯 好 好 换层音了 岑姑娘 你这是 哦 这里面全是些药 现在受伤的 病倒的 都被安排在北面的房子里 我帮着把这些拿过去 用起来也方便 辛苦了 这算什么 最辛苦的是你才对 要不是有你部下的阵 我们大概连半天都撑不下去 那边是怎么了 陈小姐 蔡家的两位老人家刚被发现 发现什么 他们 留书自尽了 自尽 为什么 说是自己年纪大了 不想再这样每天淡惊受怕 倒不如 倒不如先走一步 也算是省下口粮给年轻人 陈小姐 陈小姐 我 我没事 你们要是有空 就去帮帮采家吧 让两位老人家入土为安 我正是要去喊人 他们家里的人伤心欲绝 怕是一时缓不过来 我跟你一起去吧 OK 这算是知嫌 罗叔 我来检查一下法阵 哦 好 我一直盯着 眼睛都没敢多眨 陈小姐 那些怪物 他们是不是马上又要来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守住这里 那 这个什么法阵 会不会忽然不灵了 要是不灵了 哪些怪物就会闯进来 我 我们 只要灵石的力量没有耗空 法阵就不会轻易失灵 所以 你如果看见这些石头没有了光彩 一定要马上和我说 好的 好的 要是一时找不见人 就放出我上次给你的那个干火 烟火冲上天 我自然会看到了 陈小姐你放心 我肯定定得牢牢的 灵力还很充足 没什么问题 小鹰子 爷爷 是不是觉得很累 我不怕累 我只是想不到 还有什么能做的 灵石已经快用完了 大概连三天都撑不到 我不敢告诉别人 因为说出来 只是让他们更加着急害怕 这不是比武 也不是交战 人对上魔族 再强壮的身体也没有多大作用 根本无法可想 小鹰子 爷爷有些后悔 要是当初把你像寻常女儿那样养大 你现在或许就不用这么累 也不用背这么沉的担子了 爷爷说得不对 哪里不对 哪里都不对 我一直觉得 自己比其他许多的女孩 都幸运太多了 读书识字 习武强身 外出游历 从小到大 你都告诉我 女孩也没有哪里比男孩差的 就算有人找你告状 说我丢了岑家的脸 你都会把他们骂回去 既然男的女的都一样 我能出力就该出力 哪有什么儿女之别 小鹰子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庆幸自己的所见所学 你是个好孩子 比爷爷想得还要好 是我看低你了 其实我也只是个胆小鬼 就想着一定要守住 一定要守住 说不定再坚持一天 外面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说不定转眼之间 北洛他们就会从天而降 他和雲巫月那么厉害 一定会想办法的 到头来 我还是指望着别人 小鹰子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别对自己太苛刻了 陈小姐 那些怪物 怪物又来了 第五个了 再磨蹭下去 等你赶到这里 大概只能看到一定的尸体 哈哈哈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呀 哈哈哈 被游戏之人算计,又能有几番射击吗? 难道这位强杆不是错误? 这么一位很强,就会期望多撑啊? 还有毫无力量的凡人,都值得先去解救 啊,你也觉得那些人族无庸为罪啊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你根本就不认识 不过,你也不被看过三卡 并竟然不是在辟邪座里长官的,可他们没有有点亲近 就像那些辟邪都死光了,你与你,又有什么的运行 不然他会一直放那个红色技能,我就不能,不能躲了 啊,你也觉得那些人族无力量也知道 可能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认识 啊,我根本就不认识 啊,我根本就不认识 这几个目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认识 好,我根本就不认识 我根本就不认识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两个禁锢着下棋 难道肚子也不会饿吗 夫人稍待 这局胜负几分 我看到是未必 夫人有何高见 你的情势固然是好 但北落的布局细究下来 却又隐含分兵之意 他若愿意舍了此子 局面当会不同 师娘知我 若是舍去 也还是一招险棋 此子已经阻了老师一阵 剑城若是战里微小 自然是当断则断 不如保全强兵 北落的棋路 向来是杀伐果断 意气凌利 要是真在战场上领军 怕是个骁勇善战的大将军 夫人 好了 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些 是我失言 可倘若没有将士 在边关浴血而战 又哪来的太平日子 我只是觉得 北落如今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 待他心性稳了 再谈这些道也无碍 老师 师娘 请不必因我争执 我自然明白 下棋只不过是手底谈兵 真正的性命 又怎能等同于棋子 生而在世 既不是嬉戏玩乐 也就不能轻易着杀 轻易取舍 当时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您肯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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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打开 您肯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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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好 我爹 说不上来了 没有爹吧 就是小杂种 哥哥 那小杂种好可怜啊 可怜什么 怎么是气的 以后你记着 你再忍着 那只辟邪 好像被自己的心魔 缠住了一阵 叶长庚说 他的身上还残留着 一点梦魂之的力量 看样子不是假话 不过他很快 就挣脱了出来 到底是王辟邪 竟然还是选择了人族 为了那些无用之物 放弃了自己的亲族 令人憎恶 奇怪了 妖族也好 人族也好 大多数不都是 看中血缘胜过一切吗 怎么总有这样的傻瓜 弄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 石灸 你和乌赵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他忽然费这么多的心思 去对付那只辟邪 而且那天 他提起了百神祭祖 乌赵在想什么 我们又哪能猜得准 思维你要去哪里 去乌赵的身边 可他不是让你守在阎陵吗 这一回他的力量好趣太多 如今又是孤身一人 难道夜长庚找了的那个什么天魔 会真心跟乌赵一起吗 你不想再看看这座城里的那些人 苦苦挣扎的样子吗 当然想 但是乌赵比他们重要 反正这儿的人 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我还以为乌赵会放过燕灵 毕竟当初他在这儿住了一段日子 对城里的新鲜玩意儿 也有点兴趣的样子 不过人族嘛 自相残杀 我是很爱看到的 那边的怪物太多了 他们一直想撞进来 怕是要顶不住啊 灵石消耗得太快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法阵会崩溃 坚持不了多久 他们 他们要闯进来了 葛先生 吴师兄 你们 小鹰子 我们做出了灵火虫 你们怎么能从学会那儿 来到岑家的 找准石击 石击 那种怪物和被植物寄生的野兽 彼此敌对 他们要是正在相互厮杀 就不太过得上旁的 何况我和老师只有两个人 躲藏起来也更灵活 真的遇上了危险 就祭出灵火虫 不愧是吴师兄 真是累死了 得趁着换班 抓紧时间睡一觉 管伯宁怎么出来了 这天都快黑了 还是在屋里歇着好 窝了一整天 我和丽儿出来走走 不 不对 阿里她昨天不是已经 这么说来 虽然看起来跟火虫很像 却是需要灵力才能发动的 不错 不错 乌伟本就对这类东西很感兴趣 长年研究 从北洛他们那里得到的灵力 还有你带来的魔器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现在这里面装的灵石 也是你上回留下的 太厉害了 如果能想办法多做一些 那么人就算对上魔 也不会完全束手无策了 眼下还是要依赖灵石 但我和老师都认为 既然灵力也是力量的一种 就迟早会找到其他的替代之法 嗯 嗯 我觉得 有怪物 有怪物在层夫里面 发针的哪一处坏掉了吗 不 好像是怪物 变成了管博儿子的模样 管博以为他回来了 我不是说过 不管怎么都不能轻易开门吗 这 怪物 怪我没看好老管 他力气又大 打晕了看守的人 把那只怪物放了进来 天哪 又来了吗 岑姑娘 大事不好的 你把这灵石都碎掉了 灵石怪物要冲进来了 葛先生 你和吴师兄 你们两个去西面的地窖躲起来 那里不大 但挖得很深 或许还能 让老师去吧 我和你们一块儿 不行 你和葛先生都要去 路上我来护着你们 法阵崩溃 很快就有数不清的魔涌入 就算用灵火虫也是杯水彻心 这个灵火虫 只要能大量地做出来 我们 然 就还有一搏之力 所以 你们两个 一定要活下去 表妹 那些怪物进来了 我们快逃吧 救命 岑姑娘救我 救命 岑姑娘救我 岑姑娘救我 岑姑娘 岑姑娘俩 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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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偷包 rich 大家都像一枚 躍我 我 我是太高兴了 第七个 既然你来了 就让他们多活一阵 放心 还活着 死了几个人之后有点吵 我就让他们看不见 听不见也不用发声了 怎么 你觉得可怜 有什么好可怜的 杂碎就是杂碎 一点本事都没有 死了也怪不到别人 要是我今天比他们还弱 这些人也绝对不见手软 不是谁都会对别人 刀兵相降 大少爷 你以为 只有死才可怕 这世上 好些东西 比死要难挨得多 像你这样的天之骄子 从小到大吃过一天苦吗 你知道饿是什么滋味 咳是什么滋味 那么是眼下这些在岸边的人 让你饿 让你咳 难不成 你还想说冤有头 战有主 我宰了他们 有什么道理吗 他妈打爆你 只要我在 夜灵的阵就会在 这可不是什么办 魂灵弄出来的东路 对此随时不断的冒出来 占据夜灵 占据整个人间 不停 就住了 我开心 快点 我开心 不停 有什么东西 和你 都回来 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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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这样就行了 刚才只不过是陪你玩玩 你冲着蠢材 他完全失控了 看来梦魂之对人的心神影响还是太大 哪怕只是一丁点残渣 毕行 你爸呀 我就把城里还活着的那些人 你一个一个抓出来 割开他们的喉咙 这些小猪子又叫又骂 要先扯了他们的舌头 这些人在记得了 打 strategy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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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吃一下好了 我們靠小怪補個血 又被打到 走開走開 喔喔喔喔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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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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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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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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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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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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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3 2 2 3 3 2 2 现在湖里已经不再出现了我 一路过来能发现的 也被我灭杀 但城中应当还有一些残存 从贺冲那儿救下的人 留在了湖边 他们筋疲力尽 得缓一阵 就请你带着所有人离开 找到兴公陈衣社的弟子 我先走一步 天路程有点 我在那里等你 天路程